欢迎来到成品绿苍多肉植物的奇妙世界 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绿色王国 在这里每一次修剪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剪切 而是一场精妙的能量舞蹈 今天我们将一起揭开多肉植物修剪背后的科学秘密 并探索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原意技巧 多肉植物的能量分配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一下所谓的能量 在多肉植物的世界里 这个词指的是植物生长所需的所有资源水分 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物质 矿质元素等 这些资源在植物体内的分配 就像是自然界的一场资源分配游戏 决定了多肉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形态 修剪的艺术与科学 修剪不仅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门科学 它涉及到植物激素如生长素的平衡 以及对植物生长模式的深刻理解 适时的修剪可以刺激多肉植物产生新的侧芽 增加分支使植物更加茂密和美观 但记住每一次修剪都应该是精确和细致的 就像是对植物进行一次精细的手术 顶端优势的挑战 在多肉植物的生长中 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顶端优势的现象 这是一种自然的生长模式 其中顶端的生长点会一直下方侧芽的生长 通过修剪顶端 我们可以降低生长素的浓度 从而释放侧芽的生长潜力 促进植物更加茂密 勇于尝试的重要性 有时没事 砍一刀看看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玩笑 但其实是园艺实践中的真知灼见 只有通过实践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多肉植物的生长规律 才能成为真正的绿手指 所以不要害怕拿起剪刀 不要害怕对你的多肉植物进行修剪 记住每一次修剪都是一个学习和观察的机会 多肉植物修剪的艺术和科学 不仅仅是园艺技巧的展示 它是对生命力的颂歌 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让植物变得更加美丽 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让我们拿起剪刀 以一颗敬畏和好奇的心 探索多肉植物的奥秘 享受园艺带来的无限乐趣吧 让我们一起成为多肉植物修剪的大师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修剪经验和心得 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 创造更多的绿色奇迹